谈到这些音啊 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子 大家就想 这个佛陀啊 他怎么会发出这些声音呢 难道布施也用声音吗 难道这个禅定也有声音吗 难道什么都有声音吗 这个如来说法 跟一般人讲法不一样 所以是一音远万法 如来本身说法的时候 是一音远万法 但每一个人啊 听到的声音啊 不一定一样的 那么声音啊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 我说声音确实有力量 你不晓得 那个你这个出入社会的这个男生啊 到达这个枯叶长手 这个一听到那个女生的这个 应声愿意啊 他的骨头啊都输掉 骨头就输掉 很容易迷惑的声音很厉害啊 以前有一个女生啊 写这个写她的日记写两个字 她写赛奶 赛奶 赛啊是这个要赛的赛 奶呢 是奶嘴的奶 奶嘴赛奶 我看赛奶是什么呢 我想了半天啊 终于明白了 她原来是塞奶 哈哈哈哈 她原来是塞奶啊 你知道啊 女生的塞奶很厉害啊 你们男生啊 不要去上当啊 很厉害的啊 她随便给你塞奶一下 你心就软了 然后我看过一场电影 是怎么样子啊 一个这个抢劫患 进到一个房间里面啊 进到人家那个民宅里面啊 她拿着枪啊 要去抢东西的 是要打劫的 心里发了狠心啊 要偷要盗 甚至于假如有人抵抗的话 她就拿枪就把对方干掉了 她这个走走走啊 捏手捏足啊 就走到一个房间里面 几个小孩子在那边唱儿歌 唱儿歌 唱什么儿歌呢 我不知道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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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生的时候啊唱啊 经常喜欢唱啊 当然不是唱什么哥哥爸爸这种 不是这种歌 他唱那个儿歌很好听的 结果那个抢劫犯在门外 他听了这些儿歌以后 他这个枪他就放下来 他跟着哼 他在门外跟着 结果在那边哼 跟着那些小孩子一起哼歌 他忘掉自己是来抢劫的 由于这样一场电影 他本来拿着枪要进去抢劫 听到里面小孩子一起在唱儿歌 他这个儿歌很熟的 他也当过小学生 所以他很熟 他跟着很好听 一直哼到忘掉 他目的是出来抢劫 到最后人家门打开 说你来这里做什么 哎呀糟糕 他忘掉自己是抢劫 声音有这种力量 声音是有这种力量 所以曾经有这个 有两个人在对打的 要打架的 听到有一个人唱很美妙的 这个艺术歌曲 那个拳头都软了 拳头都软了 那种凶暴之气 本来很凶恶的那股气 被那个声音感染 他心都软掉 还有这样子的电影 我看过 确实 我是在那个 电视里面的 这个 26 channel 我是在这里面看到了 一个moomy 这个是真实的 另外呢 还有武侠小说里面的 这个很厉害的 那个爆裂之音 所谓的魔音传脑 魔音传脑很厉害 他发出一种声音出来 那个打坐的那个老和尚 居然是七孔流血 这眼睛都流血 鼻子流血 嘴啊 两个耳朵通通流血 前身冒汗啊 这个 到最后 这个 就倒下来就死 那个是魔音传脑 那是武侠小说写的 我相信也有很厉害 因为呢 魔音传脑 就是那个噪音引起的 你把那个噪音 平时我们知道 那些声音很难听的 那些声音 加起来变成很强烈的话 会引起人的精神不安 也有啊 所以你不要讲说佛陀啊 这个发出这些声音 我不信 哪有声音有布施的 那声音叫人家慈戒 那声音叫人家禅定 有的啊 你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啊 那个有禅定的这个音乐 啊 他放出 他每次要打坐的时候 他放一些音乐出来 经过你的耳朵 然后在你的身体里面循环 你的声 那些声音呢 跟你的身心融合一起 你竟然会禅定 进入定界 这就是这个禅 这就是这个禅 波罗命音 哦 有这种声音吧 对不对 现在有人说 还有 现在还有用声音去治病的 声音治病呢 在密教里面就有 密教里面就有声音来治病 那声音可以布施 可以持戒 可以忍辱 可以精进 可以智慧 可以禅定 声音可以慈悲 息死 声音可以解脱 可以无肉 可以狮子吼 可以有淫雷 可以有大智慧 想想看 这个如来所发出来的声音呢 就是活菩萨的声音 活菩萨的声音